我的标准就是魁梧一点 哪有用魁梧形容女人 打镜 一门广场来当妙了 干一天 洗一天 两千块钱一个月 听着了 听着了 我一概都不管 就是我从年轻里面管过钱 怎么说呢 就是两千多块钱 就是势力好一点 不宽敞 就在长存随平不宽敞 你看我这是一千多块钱 每个月我都往里搭钱 根本就不用 你要说的管吃饭呢 吃好吃坏呢 反正也能吃饱 但是你要干别的就不用 我感觉因为想 我工资就够低的了 你说咱俩都低 就放一起才三千都不低 三五 他啥兵趣事呢 孩子一心 孩子一岁半 孩子一年十五 孩子一岁半就去世了 那你俩刚结婚 也就是五年头吧 这么多年了 这么多年嘛 说起来花长 孩子四岁那样我一个我提的 接着都挺相当 皮我大三岁 出了那有半年 后来已经预处合适的了 完了就是有点想法 他说的 我就感觉孩子太小了 当初没有呢 现在也没告诉他 就你爸出差了 完了就告诉他回来了 哎呀我家孩子高兴不行了 你告诉他这个是他奉钱 对 我说这是出差 我说这是回来了 外地那就拿了 上班了 高兴就不行了 那后来呢 后来你俩分开之后 咋跟孩子说的呀 后来我就说呢 又说还说的 这那个就是工作又拿了 调总工作了 后来七个岁呢 哎呀 别人想放学来多啥 都爸爸啥姐姐 他就有点拿了 完了后来就告诉他了 告诉我把那些宪贝啥 都拿出来啥给你 就知道了 就是他给我打击得挺大的 挺的啥的 哎呀嘛 完了就是做一个介绍又介绍 就是没那个心思 就是还小 不就还那说得钱吗 还要问我就拿回呢 我就是 哎呀 挣钱对 九头那啥 都在九点开 我早晨完了就出去 就是干那个重点工来 就那个小吃部都干过 那才出夜市 出夜市早晨 往小地摊跟南关那块 都摆过南关那块 就这么一点一点 年龄碎碎的 对对对对 都不怕你笑 那一块钱 当白开 当两块钱花 是 我出外的 就是 哎呀 大福田的 你们两个学 不得 我不会做饭 我做饭是非常非常之难 我就是好像今年呢 是去年呢 去年 学会了煨饭 还有时候 整的假成了 还有时候整粥了 就是不会整饭 我就能对付 菜呢 菜就是蘸姜菜 炒菜都不会 不会不会 一外都不会 就是整饭不会 那这些年咋整呢 这些年就是 就是这个吃一口 那吃一口的 单位上班 单位吃 改家了 不上班了 改家了 买点什么 蘸姜菜 白菜 吃生菜 整点酱 一蘸 或者是 整点面条 或者是 就吃面条时候多 我看看你自己 整的那个酱 哎呀 这味 好大味 做成这么个筷子 嗯 做成这么个筷子 那这发酵 我没见过咋做酱 是像斗士多多吗 对 发酵 发酵之后 完了之后 掰了 洗干净了 把这毛整好了 往下的缸里头 割个盐 完了就上个水 就打扒呀 就把这买的东西 我说这一斤 不是咋这么大 这个味儿的 原来是酱 咋不买现成的呢 现成那不是经养的吗 用的足盐吗 健康点 对 我现在整个买点碳 倒点酱 就吃了一口 给鸭 那老宝能砍2260多块钱 你是先打工 打工2000块钱 这一个月呢 4000多块钱 我自己呢 不抽烟 不喝酒 不玩 玩的东西一干都不会 啥不良嗜好都会 就是我在家 就是这一个月不出去 我在家我也花不了多少钱 也就一头二板 也就那样 百八十块钱的 一个月呀 这块钱你咋就说我除外都去了 我到那边我买了一张油饼 6块钱 我要是再买点菜三块四块的 买个大豆腐 三块钱 买的全是这种县城 嗯 这就是回来这样的 这样吃不吃不就完事了 你俩一家的 你俩都姓王 你俩姓王 就出点头 并七一七二三 对 够用了 赖吉亚 咱也不考虑那个 往下一代是不是 你俩的除去身高搭配 我看也挺好的 你多高 1米6 挺好的嘛 挺搭配的呀 这个身高 不太脆心 挺强不强的 反正他还有个脚腿 有点有点这样的吧 就感觉一吵就不太有腹量 就是身体挺淡薄的吧 觉得有点瘦 你希望长得就是胖子点 对 妇胎的 我的标准就是 魁梧一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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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妇胎一点啊 哪有用魁梧形容女人 对 我这好像就是那么感觉 这大姐其实挺好看的 而且我跟你说 这大姐性格特别好 为人呢 什么的 就是特别独立的一个人 一会儿了解了解就知道了 大哥你先简单介绍介绍 自己情话 跟大姐的 我就是 就是一个人 老宝开始是两千二 身体挺好的 没啥毛病 我改这个寺院 打镜 也没有过厂的大庙了 干一天 洗一天 两千块钱一个月 听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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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一个古名 一个古名还没结婚 没对象 多大多人呢 多大多人呢 二十五 二十五 二十二 你俩怎么跟我在一起 单独跟我在一起的时候都挺冷酥的 怎么俩人到一块了呢 他肯定是不同意 没想中 我没啥想法 我觉得 这水我的心意了 这水我的心意了 一句话也不说呢 这件事呢 怎么腰头 腰头已经不行了 就是没想中 大姐你看 你对大哥这个人嘛 你现在就是没了解啥的 你只知道他现在叫啥姓啥 对对对 你得往下了解了解这个人呢 才知道这个人到底是啥样的 对不对 相亲相亲嘛 就是一个彼此了解的过程 我现在没缘分了 谁就当谁了 我那意思 就是了解都不想了解了 对啊 那大哥呢 思源 思源 你想不想往前了解了解呀 那就不得了吧 最起码你一见面的外貌 你都不开心 你再了解那些东西 好像没啥大必要 我这眼镜见面 反正就是没那眼缘的 没缘分的 没有这个缘分 是有个朋友缘分 对那都是可以的 对个朋友缘分 没啥事我就是缝衣服 我这个 这个我就自己缝过 这个就是 这咋缝呢 你看这 要我把那个腰带塞过来 这样子 放这了 然后放这就起到什么作用呢 快一点 松一点吧 你这手太小 你要不说你自己整的 这谁能看出来 后整的呀 改不少衣服呢 我来看看 你看看 都是以前的衣服 你想扔吧 因为啥我出车吧 都没太穿 这个东西是你后家的 对呀 是红缝的 大姐你这整的还挺好看 你别说 这个就是像以前的羊绒纱 要我这个绣 你要是它后往下 那从不热吗 对呀 春秋床吗 这里不热 这家的边 这个蕾丝边是你后家的 对 原来什么话出车 对我出车 客车 那你是收拼 带你一下 我这个人 我这个人 你想不带 那我这个人 我今天 我这个人 都不带你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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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